久建一次面 现在比较没有拉那么长 现在大概两三个月会建一次面 那以前的话大概 两三个月我是觉得还是好久 一到三个月啦 结婚了还是这样 结婚一到三个月 但是之前的话是 三到六个月 好久喔 谈恋爱三到六个月建一次面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半年建一次 半年没见面这样 你不是说刚刚那个 谈恋爱后半年就结婚了 所以建一次面以后下次就结婚了 真的 她是第二次见面就结婚了 哇塞 那你还答应 你很猛耶 我答应啦 好猛喔 我真的就是觉得 因为我那时候 你看你的战友们都觉得很猛 可是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说 我要嫁给她啊 我就想要嫁给这个人 半年这个时间其实是 以每天见面的人来讲 可能都算是快的 何况你是在台湾跟美国连地 你当时决定结婚之后 其实你们两个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隔了半年才结婚呢 应该隔了一两年有 一两年喔 对一两年中间 拖到一两年才我们就去等级了 那中间的话 那算是中间算分手吗 中间有 有一次生气 然后有到分手 可是也没有太久 然后中间就变成说 我们就是一直在磨合 真的因为 那老师讲刚才一开始很冲动决定了 后来发现又醒了 对很冲动决定 因为你变成说你要有一些 现实上的状况要去讨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有意见 然后很多事情 那你就原距离就这样说了 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可能我很累的时候 我现在还不想讨论 那等我有力气的时候 换他累了 因为时间的时差 所以就变成说 讨论一件事情我们会拖很久 一件事情我们拖很久 然后两个人也有点懒惰 然后就这样子拖着 可是我觉得 至少我们还是走到最后 还是有结婚啦 就到现在 对啊 最后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最后结婚的关键喔 你说会登记嘛 就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吧 因为刚开始 应该说这两年 我们在磨合的时候 我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我花蛮长的时间待在美国 对 我有花蛮长的时间 你还是有去吗 对 我还是有去 比如说我就去三个月 我回来可能两三个月 我就会再去三个月 就变成说 还是有相处到 对 我还是就是有相处 然后我们才 在那时候我们才可以更多的 去讨论更多的细节 不管是我们结婚 要不要办婚礼啊 要不要干嘛啊什么什么 那都是我们要这样面对面 讨论的东西 所以最后在 有这样子的时间去讨论 我们才走到下一步 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吗 就是很模糊的照片 我干嘛选这样的 没有 因为我看不出来是谁是谁 他本身就是 连你都看不出来 对啊 他本身就是很低调 也太低调了吧 他不是目前的人 他就会很怕人家去注意他 你那么低调干嘛 连你都看不清楚 对啊 那没办法要配合他嘛 不然我就放哪一个我的宣传照来看 我这样在外面很有 很有爱情的感觉 有啦就是我们一起 我们最喜欢就是去散步 然后去爬山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生活 要能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如果他喜欢散步 其实我很讨厌的话 其实两个人吃完饭 就会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最好去说 其实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要累积一些这样的画面 因为你们有这样的画面 你们在一起是假的 所以你们要共同去做一些事情 才是叫做你们 不是为了孩子啊 为了生活而走进去 一定要累积这些 我是觉得说阿诺很好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他虽然是远距 可是他有飞到对方的工作 住的地方 以及他很可能将来 会去跟他住在一起的地方 而且实际有三五个月的时间 三两个月时间是实际相组 而且他刚刚一说 他们一开始 就是在磨合的时候 他要把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作为磨合的考量 第一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 他说他们用钱一样省 一样不浪费这些 那还有他就是说 他们一样喜欢运动 这都是真正生活上 你怎么契合 就是兴趣越相同的 他们越能够在一起 变成人气之后 心情会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会比以前感觉更踏实 不知道为什么就多了一个 好像安定的感觉 所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就会变得比较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 愿为某一个人多负一点责任 而不是就是这样子 好像每天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无头苍蝇啊 就像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我虽然工作很忙 可是我中间有空档 我回去煮个饭这样子 我觉得我的人生好美 我的人生好棒 就好幸福 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 女生很需要那种 心安定下来的感觉 这样还挺美好的 那你们接下来呢 他现在还在美国 对 因为我知道你有考虑说 要到美国去 或是他搬回来吗 有 我们都有在考量 因为 已经放话了 没有没有放话 因为我们两个讨论的时候 我们也是觉得说 虽然远距离这样 有远距离的好 也有远距离的不好 然后我们一定之后的目标 都是要在可以长久生活在一起 因为我们可能会有小孩 我们也是要一起教育小朋友 所以我们的观念是很像的 那我们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有可能说是 我过去或他过来 那我现在在做的就是 我做一个准备我过去 他也做一个准备 是他可以过来的状态 那我怎么做准备 我就去学英文 英文英文不好嘛 我就要学英文 所以我现在学英文 然后我就会想说 那如果我之后去美国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你想做什么 我其实想要做一些 蛮无聊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Museum 或者是一些什么迪士尼乐园 可是票都很贵 所以我想去当售票员 然后导览 导览因为英文要很好 所以我想要当售票员 然后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就是information这样就好了 然后那我们是员工 我们一定可以就是无限制的 不停的就是逛那个面 就是然后我就觉得说 或者搜门票去当售票员 可是看到那个生活 我就觉得哇好美喔 因为我就可以这个Museum 换来换来换 我就有经验啦 我就可以到这个Museum 然后可以去迪士尼坐一坐 然后去那个环球影城坐一坐 然后我就可以这样免费 这样疯狂的这样子玩 然后我老公一开始 以为我是开玩笑 最后他听久了 他就说你是真的吗 我说如果我能的话 我觉得这种生活也是不错的 对啊 如果这样子非常好 他就是很实际在 很实际的在过活嘛 所以他是属于进口工 退口手的人 他没有迷失自己 你都想好了 那要去了吗 因为他看我现在工作的状态 他就觉得说 也有 我好像很开心 所以他也是担心说 因为我的语文能力 真的学得有点慢 所以他就想说 如果需要他就再让我 再做个一两年 我们再来讨论 不然原本是有讲说 那不然你明年就来 去年是这样一讲 可是他说你今年做得很舒服啊 你还想做吗 我那时候跟他说 有点想 他说那好吧 那我们就再一年这样 我觉得你应该建议你先去 到了那边先去上学啊 他们成人的学校很便宜的 哦 y'all 到一年之后 得多 这是因为 然后كن